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堂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继续学习小故事含语阅读训练的第七节课 那么第七节课呢,我们要学一个固定搭配叫什么呢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是脸的意思,跟这个儿固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呢,它本来是指什么呢,成熟熟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是什么呢,面熟啊,脸非常的熟 跟我们汉语的表达方式呢,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们来读一下,表示面熟的意思 那么这个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那么这个话呢,是什么呢,医生怎么说的呢 你说这样子呢,你用这么笨重的这个身体 因为它是这个营兴部嘛,它非常的笨重的身体 那么这个不够问的原型呢,是这个不够的 不够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重的意思 那么它在修饰这个蒙的时候呢,要把它变成一个惯性词啊 不够问蒙不蒙不蒙可蒙古勢啊 那么这个蒙古是远的地方 那么这个蒙的原型是什么呢,是这个蒙的 蒙的,那么在修饰这个古的时候呢 它要加这个惯性词,什么惯性词呢 加利恩,或者是加这个嫩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的,形容词啊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利恩呢 在加上这个利恩的时候呢 它要发生一个什么变化呢 要发生一个脱落变化 变成这个摩,变成摩之后呢 加这个利恩的时候变成这个门 表示很远的 那么在这个很远的地方 那么他在让这个女人说啊 你妈妈再怎么说啊 你妈妈让你来这个这么远的地方呢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这样的意思啊 那么 Omoni kurike malsun haisin da malsun, malsun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个mal的尊称 我们说这个mal呢是话的意思啊 但是如果这个话呢 是我需要尊称的人说的话的时候呢 我们就这个malsun 比如说 先生님의 malsun 王,这个王的话 王의 malsun 先生님의 malsun Omoni의 malsun 那么他可以加这个hada 变成malsun hada malsun masin da 特别的理由呢 那么这个 后面这个话呢 是这个游子 说的 这个女人说什么呢 i pion에서 todun na shogudu niyo 这个gudu niyo 表示原因的 表示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也是在这个医院里面出生的 todun i pion에서 todun na ta nata这个动词呢 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下啊 我们说 a ir a ir na ta 表示呢 生孩子的生的意思啊 生啊 那么呢 na shi gudu niyo na shogudu niyo 这个shi呢 表示对 妈妈的尊专妈妈 生了我 在这个医院生了我啊 那么 kureza 那么 wha yin ganglua kureza wha yin ganglua neksu kurehe o yisa ga panggapke mareta 那么这个 neksu kureha da neksu kureha da 表示呢 老的啊 一个很老的这个 很老的这个医生呢 他怎么样呢 panggapke 非常 pangga wo 非常高兴的呢 说到啊 kureum kurechi 啊 当然当然了 o zhenji dachi itola ni o zhenji 什么意思呢 啊 怎么 怎么会呢 ermana 多么多么的意思 表示程度啊 我就觉得你怎么 怎么这么眼熟呢 dachi itola ni 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眼熟呢 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那我们想一下 他妈妈当时呢 在医院生了他 他当时 他刚出生 他的医生 会觉得他现在很眼熟吗 啊 不会啊 只是这个医生 非常的panggapta 所以才说了这样的话 对吧 嗯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今天呢 我们要学单词 第一个呢 noksu kurehada noksu kurehada 表示呢 非常的苍老的意思啊 noksu kurehada 那么第二个呢 o zhenji o zhenji 怪不得啊 比如说 啊 比如说 철수 철수呢 韩国嘛 너무 잘해요 철수呢 是外国人 可是他韩语这么好啊 철수의 아버지는 韩国人이에요 o zhenji 韩国 이렇게 잘해요 怪不得他的韩语说得这么好 原来他的父亲是韩国人呀 这个意思啊 那么下面呢 nachita 表示呢 面熟的意思啊 今天我们要学的三个单词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noksu kurehada noksu kurehada o zhenji o zhenji nachita nachita 啊 这三个单词 我们看一下 今天呢 我们要把这个单词呢 填在这三个句子里面啊 第一个单词是什么呢 o zhenji 什么意思啊 怪不得啊 第二个呢 noksu kurehada 表示昌老的意思 第三个呢 molisa 从远的地方来的 第四个呢 nachita 这个非常重要 表示呢 面熟的意思啊 nachita 那么第一句话 我们看一下 可以填什么呢 u li harabuji pura puda呢 表示比的意思啊 那么 比起我的爷爷来说 u li harabuji pura to 比我爷更老的一个什么呢 更老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pun 表示呢 那一位啊 那一位人呢 什么呢 sunnin buru ushota 那么 这个sunnin 这样的一个比我爷爷 还老的这个客人呢 来了 ushota 那么puda to 怎么样呢 noksu kurehada 那么这个noksu kurehada 要想修饰这个位 这个名词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noksu kurehada的形容词呢 变成一个可以修饰它的状态 那么怎么变呢 需要变成一个冠形词啊 那么冠形词怎么来变呢 它是通过这个n 或者通过这个n noksu kurehada 等等这个冠形词形来变的 那么怎么改呢 noksu kurehada noksu kurehada buni sunnin buru ushota 那么形容词的后面呢 加这个noksu kurehada 来修饰名词啊 那么第二个呢 嗯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啦 여러분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 再见 再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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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